都說臺灣的大選決戰中臺灣 為什麼這一次倒數了一個月 大家改成了決戰南臺灣 來看看現在藍綠 不約兒童都鎖定在南半邊 今天來看看在侯友宜的部分 國民黨呢 事實上從昨天開始 就從高雄一路進行了全臺的大嫂街 但基本上都鎖定在雲林以南 今天就從雲林來出發 昨天侯友宜打出了自己叫做 南部孩子 希望可以多拉一點點南部的選票 主要現在除了落後民進黨 尤其昨天曾明中就說了 幾乎雲加南 就簡單來說雲林以南 國民黨是全部都輸的 現在不求南部能夠贏過民進黨 至少輸的部分能夠持續的拉近 因此十二月份開始 大多他們的計畫都會在南部來常駐 那民進黨雖然在南部領先 同樣也鎖定南臺灣 來看看選前黃金州 就會從屏東一路出發 鎖定的巷弄站來顧票 一路掃回北部 支持選前之夜選在新北的板橋 但是白天的時候 依舊選前之夜不會忘掉臺南 同樣鎖定臺南 也是要職工賴清德的 就是柯文哲民眾黨在臺南的第一場 陸戰大造勢 大家認為他就鎖定 一月份會從臺南開始 但是民眾黨比較不一樣的 現在因為基層比較缺乏 自治網路空戰 現在持續在打當中 來提高聲量